喝喝污水长大的日本男孩被大叔团围住 轻轻扣动X手枪的扳机 男孩的右肢瞬间爆僵 男孩乘机反击 抓伤了他们的大腿 这下彻底惹恼了众人 几把枪同时向他猛烈发射 三秒的延迟后 男孩在几人面前砸成了一堆巧克力桨 这一幕刚好被买菜回家的男孩父亲撞见 领头的黑帮大佬向他发出亲切的日式问候 可下一秒 男人不停地向对方求饶 一旁的众人看到后下的浑身发抖 向对方连开竖枪 但却被男孩父亲用大佬肉身抵挡下来 抱成一堆草莓酱连射众人一脸 随即露出力爪将众人屠杀殆尽 只剩下颤颤巍巍的家藤退到了车库外面 眼看就要被聪星人杀死 穿着丈夫的女人案本出现把他撞飞出去 但下一秒聪星人却毫发无损地从墙里走了出来 还在愣神的两个人 直接被一巴掌拍飞 一旁的男人悬也想乘机偷袭对方 不曾想自己的举动彻底惹怒了他 在关键时刻 突然一根绳子飞出 直接缠住了聪星人 然后墙上的人逐渐出现 他是这场狩猎游戏的老玩家 在角落静后多时 让其他人先上就是为了这一时机 他抬起手枪 一枪就抱了聪星人的头 任务完成后的人被传回了一个空房间 他们的伤也完全恢复 这也是空房间的特征 无论伤势有多重 回来后都可以立即治愈 但任务中死亡的其他人都是完全回不来的 屏幕上的这些头像都是过去死掉的人 而来到这所房间的人 原本都是以死之人 被房间里大黑球召唤过来 赋予了第二生命 为的是让他们消灭掉 潜伏在地球上各种各样的外星人 而男主悬也则是家藤的发小 因为两人跳下轨道救起了一名罪汉 才双双被列车撞死来到了这里 如果几人要想继续回归正常的生活 就必须遵守大黑球的指令 干掉一个又一个拟态外星人 赚够100分 就能消除记忆返回原本的生活 或者复活一名死去的队友 不久之后 回到现实中短暂休息的几人 再次被传送到空空间 这次又增加了三名新成员 黑球显示这一次的任务目标是田中星人 有了前车之剑 大家很快就穿上了战斧 但还没反应过来的祖孙俩 第一个就被送走了 就在孙子哭着找奶奶的时候 他不小心撞倒了田中星人的收音机 所以悬也被传送后 看到的是两具惨死的尸体 更不幸的是田中星人就在他面前 他立刻想开枪 但没想到传输还没有完全结束 看到田中星人口中的激光即将发射 在最后一秒传输完成的同时 悬也也扣动了扳机 两种能量造成的冲击波直接击飞了他 同时田中星人的收音机也完全暴飞了 更加激怒了对方 当悬也以为自己会死的时候 他立刻发动了第二次攻击 田中星人却改变了目标 射向了电线杆下隐身的老玩家 原地起飞后将他重重地撞进了地下停车场 在无数小拳头的密集攻击下 战衣很快就被打破了 在这一关键时刻 从天而降的加藤救了他 在战斗中他无意中激发了战衣的强化模式 凭借战衣提供的力量加成 直接勒死了田中星人 而老玩家还是因为伤势太重就隔皮了 然而任务还在继续 突然醒来的田中星人击飞了加藤 嘴里的激光又瞄准了暗本 起身的加藤飞扑过来救下了他 在几轮攻击之下 玄野成了田中星人的下一个目标 还没来得及开枪 暴风骤雨般的拳头就倾泻在他身上 痛苦的玄野也开启了狂暴模式 然后一拳击飞了田中星人 情况瞬间逆转 得知自己这么厉害的玄野 将田中星人从车外打到车内 但在狭小的空间里 他又被田中星人制住了 幸运的是在最后一刻 玄野在激光发射前捡起掉落的手枪 提前一秒扣动扳机 任务终于完成了 倒计时结束后 在爆炸中却割过断腿的玄野 完好无损地回到了空房间 然后任务开始算分 其他人只有零分 玄野一个人得了七分 人们意识到只有最后击败敌人才能得分 然后黑球把大家再次送回了现实 醒来后玄野开始测试战友的各种性能 平底锅很轻松地变成了他手中的废铁 来到户外后 他开始不断测试战衣的敏捷性 在他的冲刺下 可以飞出几十米那么高 体能在战衣的加持下放大了一百倍 力量的大幅度上升使他从恐惧变成了期待 因为儿时的英雄梦在遭遇社会现实后被受打击 自己也从一个保护同学的男孩 逐渐麻木成一个贪生怕死的社畜 现在他坚信有了一个能实现自身价值的力量 随之熟悉的感觉来临 众人再次被传送到空房间中 所以在第三次任务开始之前 他的眼睛变得更硬了 这一次任务的目标是佛像星人 他们被送到一个博物馆 门口的两座雕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一个长发毫不犹豫地把扳机扣在其中一尊雕像上 但真正的佛像星人 在雕像被砸成碎片的同时被惊醒了 悬也让加腾和其他人一起撤退 让他独自对抗这个任务目标 凭借战衣提供的敏捷加成 一边迂回一边找时机出手 一把快速划铲来到佛像底下 同时扣动扳机 轻松打破了石像的一条腿 然后他不慌不忙地瞄准佛像的头 再次扣动扳机 佛像完全变成了泡沫 悬也这边还向发小家藤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的成就 但空房间中的黑球 却奇怪地开始了下一个倒计时 同时身后博物馆大门突然打开 一个讨考的女队员伤痕累累地走出来 下一秒就咽气了 这也让他们意识到博物馆里还有另一个怪物 三人小心翼翼地走进博物馆内 里面陈列着大大小小样貌诡异的佛像 正当悬也还在搜索时 身后的牵手观音就对他发起了进攻 没有武器的悬也 被无数利刃疯狂地插入身体 加藤赶紧拉走浑身是血的他 望着悬也几乎失去了战斗力 加藤只能硬着头皮独自上阵 然而面对鬼魂般的牵手观音 加藤很快就陷入了劣势 看着牵手观音一步步向加藤靠近 暗本在后面趁机开枪 但还是被牵手观音瞬间躲了起来 然后轻松地将暗本击飞 暗本的手枪也被他锋利地刀刃割断 缓缓过神的加藤拿起手柄 用力甩了一下 瞬间形成了一把武士刀 他举起刀冲向牵手观音 但他只恨自己的手没有对方夺 不出意外他又输了 暗本毫不犹豫地为他挡住了这个致命的一击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告诉了加藤他的爱意 然后直接领了盒饭 悲伤和愤怒的加藤再次举起武士刀 可不管他再怎么努力 都逃不过战败的命运 弦也眼睁睁地看着发小死在自己面前 他顶着最后一口气 只见他彻底开启了战衣的狂暴模式 挣扎着跳起来砍向牵手观音 在无数刀刃之间辗转横膜 弦也成功地拿到了一把掉在地上的枪 然后毫不犹豫地打碎了观音的所有武器 本以为胜券在握 但没想到不讲武德的牵手观音 竟然召唤出了自己的师父 大日如来佛祖 如来佛祖退去了身上的外壳 瞬间撑爆了整个博物馆 露出了巨大的针身 然后佛手合十 悬也直接摔在屋顶上 就在他快速奔跑躲避佛祖攻击的时候 没想到坚强的加藤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把武器扔给了他 拿到武器的旋转不停地扣动扳机 佛祖的一只手臂在他的连续攻击下被粉碎 他努力跳到空中 想要给佛祖致命一击 但恰好也露出了破绽 被一口吞了下去 就在其他人以为悬也失败之时 他在佛祖体内开始了疯狂的攻击 最后佛祖化为宁宁散落在天空中 最后他完成了任务 完好无损地回到了空房间 然而在他身后 除了两个打酱油的同伴之外 他一直没有看到加藤的身影 直到黑球倒计时完全清楚后 加藤还是没有出现 看着黑球开始给他祭分 以及加藤和案本出现在死亡名单上 悬也最后的信念完全破灭了 他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恍惚间差点又要死在列车之下 幸亏女同学拉上了他 才得以幸存 在女同学的表白和鼓励下 他意识到此刻的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战斗 继续完成一个又一个任务 因为只有攒够了100分 他才能复活一个死人 悬也继承了加藤的意志 不放弃任何一个队友 也要拼命活下去 本片《杀戮都市》 作为一部令人震撼的漫改影片 以残酷的现实为背景 以暴力和血腥为手段 展现人性的黑暗面 导演巧妙地运用紧张的剧情 和惊悚的氛围 将观众带入一个扭曲 而令人毛骨悚然的世界 影片通过精心构建的角色形象 和紧凑的剧情 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 和道德的边界 观众将不禁陷入思考 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下 人们是否会被逼迫而走向极端 人性是否真的有黑暗的一面 同时影片在视觉特效上 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充足的预算 视觉化一个又一个 充满压迫感的怪物 营造出紧张而压抑的氛围 增强了观众的代入感和紧张感